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任何一个在拍卖场上看到重要拍屏的藏家都会问他的来历 请问你们的上一手就提供这件拍屏的对象是谁 是一个美国的收藏家 美国的收藏家 对 他本身的收藏是还蛮丰富的 这是华人还是 他是华裔 这个你们不得了 你们有美国的收藏家愿意把拍屏 美国博物馆透过你们来拍卖 现在美国的厂家也把东西释放到人类的 对 所以他本身收藏预期吗 收藏 那这件东西你们当时看到的时候 你们的评价是怎么评 我们是觉得说 太好了吧 他是寄照片给你们吗 他一刚开始的时候 是透过朋友跟我们讲 然后有照片 那后来我们就说 必须要看到食物 所以必须要先看到食物再说 所以我们就看到食物之后 我们觉得说 他的整个品相 不管他的这个性色 或是他的功法 都非常的好 你看他这个嘴的这个地方 整个是非常细致的 一眼看到他的玉种 跟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这个玉种 一般的人的评价 认为黄玉要比白玉来得更珍贵 这件东西就是典型的这个黄玉种 这种黄玉种它做成这么大尺寸的这个玉龙手 坦白讲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 过去我们在记录上 也没有看过这么大唐朝的黄玉 对 唐朝的黄玉的东西本来就很少 但是这件会用在玉龙手当中 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 现在在你们的研究或过去 从考古的这个资料里面 这件东西它原来功用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看过那个出土报告 它是在陕西那个大明宫 就是唐的那个大明宫里面 它有出土一件 它那一件的话是属于清玉子 那它的尺寸是比较小一点点 那这个东西的话 他们在记录里面就是说 有可能是在皇宫里面的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装饰 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出行的时候 那个仪对 前面的那个都会放两个那个龙手 插在那个仪对的那个车子的那个上面 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镜头可以绕过来后面看看 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打孔 这个打孔其实非常的精致 你看到这个孔 它弄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很显然它原来后面是有一个柱子 对就是 笋子插进去的 对就是他们讲的那种欲落 就插在那个移对的那个车子的前面 这样子 所以它应该一对 就是那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它是拔成去里面 对 除了后面这个 它的这个这样有插损的这个损孔之外 其实你看它这个地方 在口部的这个地方 它打动也非常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这个精美 然后在它整个的这个龙额 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上这个翘 这些一个做工还有它的这个庆色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想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真的 唐太的这个御龙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过去即使看过 我必须说这个在我的经验值里面 我们看过一些个出土报告的图片 但一个食物在你的面前出现的时候 其实相当的这个震撼 对 它的皮壳也非常的好 对 它是整个打磨 整个皮壳 这个应该是铁锈庆是不是 对 它可能是 等于是它这个是出土的 那它出土的时候 可能它的旁边 你看它是 应该是这个地方 是接近那个土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铁的东西 所以它是从这边浸过去 因为它这边就没有 可以知道说它可能倒下来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这件玉龙手 以整料硕大的青黄玉卓制而成 局部有褐色的搬沁 透露温润之质 龙手长方形 平额伸双脚 扩嘴漏齿 獠牙外露 上吻宽大尖翘 奔张的鼻孔紧贴齐厚 双眼瞠目 眉梢紧触上卷 长中后阳卷曲 额下有虚 颈部后端齐平 正中碾圆形管插孔 以便于安插为室 这可能是皇室的踏 不碾 也就是轿子 或宫殿内的装饰构建 古代帝王所称的玉碾 车鱼以玉为装饰 称之为玉鹿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 东晋顾凯之 洛神附眷的驾归东路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场景所描写 曹直于年与随崇等人一起 东归凡国 于年配前两侧 就是以圆雕的龙首为装饰 唐书志的记录 唐朝天子车鱼有玉鹿 金鹿 项鹿 隔鹿 木鹿 是为五鹿 玉鹿青植 以玉士朱末 中鱼 左青龙 右白虎 有典籍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 以玉器装饰的皇家御用车鞭玉鹿 只有在最重要的典礼仪式中才会使用 例如祭祀先祖或是皇后加冕 所以诗语异鹿的车鱼 当然等级不凡 刚才我们提到说 这个是目前已知出土的唐代的玉器 大型玉器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 我们下面带您去看看 刚刚张总所说的 在大明宫遗址所出土的玉龙的时候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唐太宗在公元626年登基之后 改元贞观 大明宫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 公元634年 这是长安城三座主要弓箭群 规模最大的一座 而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部 从秦汉开始构建 盛唐时期大规模迎建曲江 招黄渠、辟玉院、竹甲城、建大宴塔 修新开门 曲江池成为水域千亩营造的悠游艳乐的所在 安史之乱 唐代国事大为衰退 大明宫整座宫殿毁于战火 曲江池随之荒拜消除 目前仅知道有一件唐代的清御龙手 是在1980年于曲江池福隆园遗址所出土 现在是陕西省西安博物院的藏品 这件唐龙手行御事件 以及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所出土的唐阴行御事 造型、材质、技法 都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宇真拍品龙手极为类似 不过拍品的尺寸 应该是目前所看到 唐代出土玉雕中最大的形体 更胜了一筹 你看当主持人有个特权 我不但先可以看到拍品 同时拍品可以上手 上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不过对拍片公司也会造成很多的负担 如果每个人买家都向我叫他上手的话 你们怎么办 我们还是要让他看 因为他会想要看这里面的打洞 他也会想要看其他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拿出来让他欣赏一下 这样子他买才会放心 特货画面其实你让很轻松的可以看到 这件御龙手它的造型非常非常的精美 后面你可以看到他有几个 应该是过去厂家的贴纸 这个贴纸都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们看到这边他有一个过去的厂家 他所写的Eugine Perkins 的收藏 这个是美国的收藏家的旧厂 虽然这是一个美国收藏家的旧厂 但对市场而言 大概这些东西是所谓的生货 对 这个大概是拍卖公司里面最喜欢的一件事 对于这个厂家也是一样 因为新鲜 没有看过 那即使底部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打磨都非常的精细光滑 这是皇家的这个作品 那边上他这个虚虚的部分 这个也刻得非常非常的精美 那这个是一个美国厂家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生货 不过呢 我要告诉你 曾经有一件东西 就是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 这个这件东西我看得吓一跳 这个是在国际拍卖场上 所出现的另外一件这个唐朝的这个御龙手 那么这件东西当时出现的时候 让市场上通通非常的压抑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件事 是加士德的这个拍卖的目录 当时呢 类似的这件作品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目录上的这件作品 加士德多么看重它呢 为了这一件 加士德单单就发行了一个这个目录 整个目录里面就只提这一件 在加士德他愿意为一件拍屏 去发行一个单行的这个图路 你就知道 那么加士德多么看重 除了加士德看重之外 其实学术界那么对于这样的东西 也非常的这个看重 我们刚才看过大明宫遗址出土的这个文物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看看 那么这一次加士德那么拍卖的时候 跟这件拍屏的这个比较有什么差别 纽约加士德2019年9月13号的拍屏 原来是著名的收藏家 江肯三世的旧藏 而江肯三世的收藏丰富惊人 这件交由加士德拍卖的唐 轻易龙手历齿外落 咆哮摄人 怒视的双目 睁毛向后打成小卷 幼雕的风格 胆大生动 十分具有感染力 江肯三世的旧藏 它的长度是16.5公分 而今天我们透过镜头所介绍的拍屏 长度是20.5公分 尺寸更大 唐代的玉器产量受严格的控制 只有名门望族王公贵妻 才可以佩戴玉制的事物 市场上唐代玉器通常是小型的玉牌挂件 法式等 像龙手这般硕大的玉器 市场上就只有2019年嘉世德 以及这次2023年宇珍春拍出现过 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尺寸 这样的造型 同时这样的材质的玉器 在唐朝的时候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皇家才能够所拥有的 一定听过万寿无疆这个名词 我们现在对人家祝寿的时候讲万寿无疆 当然在过去封建时代 你想这个一定是对皇帝才可以使用的 所谓的万岁万万岁 也同样是专注时代 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的 不过待会镜头呢 我们要透过一件拍屏要告诉你 其实万寿无疆在最早开始的时候 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名词 到底怎么演变的呢 别走开 马上回来